这个幕后转幕前 那那些演讲跟主持活动 慢慢结果变少了 那会慌吧 生物就变少了 我那时候真的很慌 就是在我身体出现 那些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人一个运再低 所有的事情也都看你三 看你没有啦 看你小啦 对 你有这种感觉吗 对 有 我那时候身体开始出状况之后 我想说没关系 我还有时间可以陪家人 可是慢慢的活动邀约少了 然后演讲也变少了 就让你好好的陪家人吧 对 不行太长陪 还要赚钱了 那时候我记得 就是一个月本来是四个通告 然后其他演讲都不见了 我就跟我老婆说 完蛋 怎么只剩四个通告 结果下个月剩三个通告 再下个月剩两个通告 然后算一算 一个月赚不到一万多块 跟我老婆就 想说这怎么办 我老婆说 那你平常认识那么多人 赶快去想办法问问看 那时候可惜 没有想到堵灵哥 那时候我就去问了一下 我身边周遭的朋友 然后我朋友跟我们说 其实他问我说 信不信神明 我自己遇到这个转型 他问我说信不信神明 我就说 那个神明我们遇到都会拜 出外景 就连那个什么 那种阿拉的 耶稣基督的 我们都会进去 对 你们常出国嘛 就各种的神明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 那如果你都信的话 你就跟我来吧 我说要去哪里 在台中龙井的一个天宫庙 他就跟我说 那边有一个很 很大很大的 那个玉皇大帝的金声 你一定有听过 我说我好像有听过 但是又没有看过 他说对 因为他不是摆在外面的那一种 我说那难怪我没看过 我就跟着他去了 然后去到那边 我就印象中走进去 就被那个 很大尊的玉皇大帝的神尊 给吓到 多大尊 我这样看 大概有两公尺高吧 或许是我那时候 可能真的运势再低 我怎么看都觉得他好大 所以很庄严 很庄严 而且金光三三水起千条 然后呢 我一个庙里的师姐就说 你看到这玉皇大帝 他外面那个金箔 都是金身 是 真的是金箔贴的 对 信徒还原贴上去 我说哇 贴这么大一尊 那他花很多钱 他说对 你看有多少信徒这么虔诚 我心里就觉得 这么重严 一定要来他尝试 然后进去拜拜 然后呢 进去拜拜的时候呢 就里面的师姐很好 他告诉我说 这个台中龙井的这个 这个天宫庙 你一定要来拜 然后呢 一定要参加 他的这个过年的祈福法会 然后他跟我说呢 因为快过年了 我现在说 对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个月一个月一个少 就是我离职转型之后 两年的 那个半年开始的 然后到了年底 就是已经要过年 没有钱 所以我才要去拜拜 他说如果你是过年前 要来的话 最好 就可以一口气参加 我们的祈福法会 然后呢 大年初久 还是廷宫西 然后庙里呢 会用十二柱的 那个大龙香 来进贡我们的玉皇大帝 十二柱的什么 大龙香 大龙香 就很粗的那种 很粗很高 我想说能够多大 就香嘛 他拿照片给我看 哇靠 比我还大 六次 哇 超有感觉的 超有感觉 然后他说 这也都是信徒会进贡 我说哇 那这看起来真的很漂亮 他跟我说 你就是来这边 来我们这边拜拜 然后记得 我们这个大龙香来点 然后呢 过年的时候 这个新年的祈福法会 一定要来参加 然后玉皇大帝 就可以帮你 帮你把这个 好的一年的运气 都收进来 坏的运气都帮你排掉 如果像我现在在谷底 他跟我说 有一个东西要点 叫做招财灯 我说招财灯 不就只有光明灯 什么什么什么 太岁灯 招财灯 他说招财灯很特别 他们这边的招财灯 是点在玉皇大帝的正殿 所以等于玉皇大帝 一整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给你过条条 哦 是点正殿 不是点什么偏殿 不是偏殿 玉皇大帝是最大嘛 对对对 正殿是最大 而且在玉皇大帝旁边 我说哇 这个好特别 他说你真的要点 点了你会有感应 我那天就拜拜 然后也报名参加祈福法会 然后我想说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 等好事发生嘛 就回家 那天果然发生事情 我睡到半夜啊 然后就感觉 好像有人在叫我 然后我就想说 是谁在叫我 然后就眼睛张张不开 怎么会这样呢 我猛一翻身 自己不在自己的房间 然后就看到一个 雾雾的地方 然后你看不是很清楚 可是前面有个东西很亮 然后很大 然后那个很像一个人 然后就跟你 滴滴堵堵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一连做梦梦到两三天了 我都快吓死了 到底说什么 我听不懂啊 然后就打电话问我朋友 我朋友说 这个应该是有感应哦 我帮你问一下庙里的师姐 哇 他因为那个在台中 我就没有过去 然后我朋友就真的去庙里 帮我烧香 然后顺便问那个师姐 后来师姐进来跟他讲一个 他说来我梦里的那个 金金很大的那个 就是我们看到 玉皇大帝的金身 然后他来这边 就是在告诉你说 你来我这边拜拜 来我这边点这些灯 我收到了 而且呢 他还特别跟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因为我离职的那一年 是我的太岁年 太岁年不可以很大的变动 但我不但离了 我幕后的这个职 我呢还自己呢 连那个正职的公司 就那什么名片都缴回去 然后呢我还转了一下 就是我原本的工作 还跟原本的工作不一样 我再也不看带子啦 再也不写后面的稿子啦 他说这个变动太大了 所以我犯到了太岁 我没有办法 好好地安稳度过这一切 可是他是来梦里告诉我 请我放心 因为我有去那边 参加他起步法会 他一定会帮我 把我这个难关度过 听那个师姐讲了那么多 你信吗 我信 信 我想去 我信 你们都信了 我就会想去耶 我自己是半信半疑 我想说 我还要准耶 结果没想到才拜拜完 大概一个礼拜 不是做了两三天梦吗 一个礼拜后我就接到电话 我当兵 退伍之后呢 跟我借钱的朋友 大概中间有好几年没联络了 打电话来 然后约吃饭 那我就很明白跟他说 我没有钱可以借你了 他说没有 他还我钱 我说天哪 这么多年了 你还想到欠我这几万块啊 不可能 对 然后呢我们就约出去 吃饭的时候 他就把那个要还我的钱 弄成一个红包给我 我说没有这么多吧 我掏出来一块 就是银行那种十万块一叠 一叠了 把好好的 我说我没有跟你算利息 他说没有啦 我当初跟你借那几万块 你让我渡过了这个难关 我呢 现在不但还你 我还包一点红包 我的心意 所以加起来就是十万块 天哪 我当下就是抖到不行 好小趣喔 我们两个约一下一起去好了 真的 后面还有其他的工作也都跑进来 好事成双耶 篤琳哥 那个 我不是接到的那个电话打来说要还我钱吗 对 再隔了一个礼拜 我的那个 我之前在 也有在外资单位做过 所以有一些认识一些制作人 制作人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他说他透过制作人得到我的电话 他问我说我最近有出外景吗 我就说没有 我最近想要注重家庭时间了 所以都留在台北 喔 那太好了 我心里也想太好了 大拖爱来了 真的要好好给他转一拖 然后就去 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 他这个游戏的背景是什么 然后需要一个比较夸张的声音 然后很细节这样 然后呢又讲出了 他说需要跟我接下来敲时间 就是除了节目 那个游戏的内容 制作到什么程度 要配什么声音给他之外 然后呢他会敲时间 因为电视要上档广告 所以呢我也要配那个游戏的 广告的配音 然后网络也会播出 然后他还剪一些影片什么的 我想说哇 这么多 他就跟我敲了两个礼拜的配音时间 本来就空的喔 满了 一满就满两个礼拜 好开心喔 而且第一次他开完会之后呢 马上签约 签完约之后更棒的是 里面竟然有一条 签约完之后呢 会先给一半的订金 几十万耶 先给一半的订金 然后签完约之后 果然在写的那个日期 当天就汇进来 天啊 这个年代你要去哪里找 还没工作室给钱的 哇塞 所以你现在每年过年都会报名参加新年的什么什么什么 祈福法会 新年祈福法会 怎么能不败呢 我们也都想去 我也好想去喔 在这边奉圈一下 所有的这个乡亲朋友 乡亲朋友啊 你如果因为这两年的疫情期间 遇到这种不顺啊 难关啊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个台中农景的天公表 真的要去拜一下 尤其是 下年的这个祈福法会 一定要去参加 如果你还像我一样 手头紧到快要卖血的 记得那个招财真的要点 玉皇大帝二十四小时 三百六十五天都给你告条条 这真的有告诉你 一定要去跟我们参拜一下 真的 而且这个有特别什么 饭太岁的啦 正充啦 偏充啦 或者没有饭的 都可以去点个桌台灯 对不对 健康灯什么 都该点一点 来 我们这个2020年 又即将要过去了 马上要变2022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很多人的心情都不是很好 我们这边问一下关静老师 过年期间该怎么拜 可以让我们扫除坏磁场 迎接好运来 现在呢 牛年是准备进入倒数嘛 那即将迎接来的是虎年 那古早就有讲说 虎年其实是一种凶年的一种说法 金派 那就是因为说这个虎年 它冲煞是特别严重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运势来讲 其实是也会影响到的 那我们要讲说 这个老虎的特性呢 它是生性是凶猛没有错 但是你要想 它还富有一种充满这个 接受事物的挑战力跟权威哦 所以在这个虎年呢 就会呈现一种好像 有些人想要追求理想 或是他行动力会特别强 这个特性会出来 那假使说我们今天用对方法 那其实会在我们这个艰难 大环境当中 也是会有机会赚到钱的 因为在农历大年初九 这一天是玉皇大帝的诞辰 是祂的生日 所以我们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候 去拜了提供 其实那个灵厌是最有效的 最有感应的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知道这个玉皇大帝呢 祂在道教里面 是最高级的神尊 祂统领着天地人三界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去看 一般我们去庙里拜拜 是不是第一炷香 我们都会拜提供 提供楼 对 我们先拜提供 代表说我对这个万神之王的 一种尊敬 先礼敬祂 所以呢我们讲说 那天宫庙这么多 我到底要去哪一间 拜比较灵厌 像阿宋刚刚有讲说 祂就是到龙井 台中龙井这一家天宫庙去拜拜 那这间天宫庙的 这个我们知道的玉皇大帝呢 祂本身是今生的神尊 是全台最大的 最大最高的 那祂这个神像上呢 都是一般信众 祂有受到这个提供啊 就是玉帝的一个灵验 给祂的一个护持 祂有感应到 然后捐献 捐献什么 捐献就是用金箔 纯金的金箔打造出来的金箴 很漂亮 很庄严 所以说有很多的信众 祂是有这样感应到玉帝 给予祂的这个应验度 所以如果说大家有时间的话 老师其实会建议我们大家 是在过年期间可以安排家人出游到台中 这个龙井这个庙去拜拜 那我们又想说在这个大年初九 玉皇大帝诞成的这一天 其实是我们转好运最好的时机点 那老师会建议大家 可以报名参加新年法会 是 这个新年法会 至少我们祈求上仓 还有玉帝的一个护持 让我们虎年可以怎么样 化煞 然后可以招财 像老师这边会提供四个科医 首先我们有看到 这个是虎福开天门证 虎福是在古代帝王 他们授予成熟的一个兵权 对 然后让他们可以调发军队的信物 对 那这一次老师奉玉帝的这个玉旨 然后来得这个虎福 透过这个虎福来做一个开天门 然后迎2022的所有 这些参加者的一个流年运势 可以把这些煞气做一个正化 然后另外我们还有看到这个 五号色的令牌 可以在我们虎年 这个来势汹汹的冲的这个煞气 可以让我们先缓住 然后让我们在这个参加 这个虎年法会的各位的这些信众们 他们可以逢凶化吉扭转乾坤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刚刚那个阿宋有讲到 这个就是十二生肖供龙香 老师会以十二柱的大龙香 来这个献供玉帝祝寿 那也齐请玉帝来护持我们 所有十二生肖的这个流年冲煞 那也请玉帝可以帮我们化解 如果往就是往年 我们不小心有累积到不好的 一些恶元 好 累积的这一些 所谓的这个业障 那可以帮我们净化去除 尤其在2021新丑年 这种负面磁场或是破财的一些障碍 让我们在虎年可以做 遇到这个各自十二生肖 他可以遇到自己有帮助的贵人 来做一个相助 好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 第三个刻意我们会有看到 本命钱财 这个偏财库 这些都是为了请玉帝来协助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求财可以得财 请玉帝赐我们赐财不库 然后以这些无形的财 化成有形的钱财 可以让我们获得虎年天下财富 对 那第四个其实最后的刻意呢 虎年招财祈福法修法 就是我们在法会的现场 会有这个师父 这些法师呢 会替我们修持多部的祈福经文 那透过祈福经文呢 会请祝佛菩萨 帮我们消灾直伏 然后去除这些不好的煞气 可以得到一些功德的回报 让这些信众 他们为了参这个法会 也可以功德圆满 那这个呢 以上呢是老师 就是提供我们在刻意里面的部分 那老师来提醒说 我们在虎年会有四个 犯生肖的太岁 一定要注意 就犯太岁的 四个 就本命是属虎的 好 那还有属蛇的 蛾 属蛇 蛇 那还有我们属猴的 猴 还有属猪的 猪 对 这四个生肖 老师会今天一定要特别参加 新年的法会 好 因为呢 我们参加新年法会 可以让我们虎年 可以得好运之外 另外就是说 我们会提醒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平时一定要多多行功力 累积一些福报 而且在我们这个动荡的年份 犯太岁的这四个生肖 最好怎么样 形式低调 低调 不要大变动 避免不需要的一些灾难被波及到 好 那另外就是说 除了这个 我们报名新年法会 那还有我可以建议 那个观众朋友呢 我们可以加点招财灯 对了 招财灯 很易烈的 因为这招财灯呢 就是点在玉皇大帝的正殿 对吧 对 那他这个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你这样请玉帝 帮我们来做一个护手 对不对 然后财气满满 那老师也另外呢 会提醒玉皇大帝呢 帮我们做护持 一同照亮我们大家的财禄 希望说我们在虎年呢 都可以安然度过 也可以得到好的运气